我们继续讲有故事会养生的伟大诗人刘孟德或者刘雨昕 陆世民的作者 陆世民到现在这个陆世一直到现在都成为安徽的一个著名景点 如果大家有人到安徽去旅游 可以去这个陆世的遗址去参观一下 我也很想去 以后会带着我的孩子去 这个刘雨昕呢 我们上期讲到她的养生之道 我们这一期呢 我们就讲讲她的跌宕的人生 她呢就跟柳宗元同科进士 考中进士以后呢 进入朝廷 好像叫个什么博学红词 在这个里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实钱 就在里面但是有机会能接触大量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文化界的朋友 这个时候呢 把他们招在自己的会下准备大干一场 我们有提到王树文的改革 他说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 他的野心太大 他想大刀阔斧的削去那些贪污腐败 那些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呢 严重的触犯了那种旧贵族的势力 没过多久 果然这个皇帝呢 这个皇帝呢 就点到特别远的什么湖南 广东 这些安徽 这些偏远的地方 这些人呢 所以呢 有一个称号 叫二王八司马 二王呢 就是王树文 王匹 八司马呢 就是柳宗园 柳雨昕这些 发配到各地去当司马的八个人 所以二王八司马 二王八司马这 刘雨昕在外不是被贬了有十年吗 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他跟柳宗园同时又被召回到京城 这不是机会来了吗 但是呢 这个刘雨昕可能因为太得意了 或者是得意忘形了 就是没有收管住自己的这种笔 我们知道他太太喜欢写诗了 他喜欢写诗竖琴 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呢 叫尤玄都冠 但是尤玄都冠呢 这首诗的原来的题目叫 缘和十年自朗州至金戏赠看花诸君子 你看他这个题目呢 就起得很得罪人 就是说我在外贬了十年 然后重新回到京城以后 然后戏弄这些看花的这些君子 然后呢 他诗里面怎么写 他说 这首诗呢就描述了一幅场景就是赏桃花的人特别的多 然后在玄都写读冠里面 就是落意不绝的人 他当他看到这么多人 赏着这么多花的时候 他呢就感慨说 这些桃树很漂亮 都是流浪 他用了个流浪 就是有点自嘲的意思 但是又有点很倔强的那种意味在里面 尽是流浪去后灾 就是说你这些桃树也并没有多少年 只不过是我这被贬的十年当中 你新灾的树而已 有可能是这种解读 但可能也有另外的解读 这个就至于具体怎么解读呢 这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反正这首诗得罪了当时的很多人 这些尤其是在他这十年当中 不在京城的这十年当中 慢慢做官 做到高位的这些人 被提拔起来的这些人 就很不满他这首诗 就因为这首诗 他和柳宗元 又被贬 这次贬的比上次还惨 我们讲柳宗元的时候提到过 这次直接把他贬到波州 那个波州这个地方非常的 非常的落后 非常的凶险 去这个波州的路上非常凶险 他又有八十多岁的母亲 所以呢柳宗元呢 就想想法子 自己代替 这个柳宇熙到波州 后来呢好在有人求情 后来贬去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地方 这一贬 就是十三年呢 他在外面先是司马 然后呢就是各个什么安徽地方的刺史 然后反正就是离京城以外很远的地方 就是不得志 这又是刚贬了十年 回京城待了两三个月 再贬十三年 整整二十三年 都是在外面熬着的 他熬了二十三年 或者是他写完诗以后 过了十三年 当他再次回到河南洛阳 当他再次去 关这个玄都冠的时候 他的人生观呢 他的人生积淀呢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 他写的这首诗 我们一对比就能看出 什么叫人世沧桑 叫再游玄都冠 白亩亭中半世台 桃花近近菜花开 众桃道士归何处 前渡流浪今又来 就说这个玄都冠里面呢 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繁华 白亩的地方 有五十多亩的地方 都是铺满的琴台 很久没有人来了 没有人打理 桃花近近菜花开 桃花也没有看到 然后全是菜花 然后种桃树的那些道士 都不见了 不见踪影 我好想找他们谈谈话呀 说十三年前 那个流浪又来了 流浪就是他自己 他十三年前就因为写了一个 尽是流浪去后灾 就因为这一句太过嚣张了 然后呢自己又被贬十三年 然后呢这回又来了一句 前渡流浪今又来说你看 我还是我 但是呢你桃树也没了 那些人也没了 你这些重桃的道士也都没了 所以拼到最后拼的 看谁能更永恒更活得更长久 这首诗呢就由之前的那种第一首 第一次由玄独冠的那种 蓬勃朝气 或者是有那种 兴奋得意之情 然后再到这一首诗的 极为平淡平稳 这首诗的意境有点像杜甫的江南风 我最喜欢的一首诗之一 这都是诗人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 历经了这个跌宕起伏的苦难生活以后 悟出来的相似的东西 刘雨昕你看他写了很多很精彩的怀骨诗 也体现的是这种物是人非 心斗转换的这种 这种无奈或是这种平淡 比方说 旧时王谢唐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就是像他这种 就是渐渐的把什么东西 名利啊 生老病死啊 都看得特别的平淡 都觉得 这可能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就是一切生 皆会一切灭 今日之生 有可能就是明日之灭的开始 等等 他可能对这些生死感悟 或者是这种阴阳转换 特别有深刻的理解 所以呢 他写出了这么精彩的诗篇 这就是刘雨昕两首 比较有代表性的诗 或者说是反映他这个命运波澜的 两首诗 我们再温习一下 紫墨红尘 佛面来 无人不到 看花怀 玄都冠里桃千树 尽是流浪去后灾 是他年轻时候 然后又被贬了十三年 回来写的 再有玄都冠 白亩亭种 半世台 桃花尽尽 菜花开 众桃道士 归何处 前渡流浪 今又来 但是前渡的流浪来了 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心的人 说话的人 那些好朋友要么都病死 要么就被至罪 杀死 只有自己一个人 静静地关着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历史的河流滚滚向前 好 关于刘雨昕呢 我们今天再补充这些 谢谢大家收看